有小朋友在睡覺的時候 甚至他沒有辦法呼吸 一發作起來的話 整個鼻腔就會塞住 其實會影響到 我們正常在呼吸 尤其是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會誘發我們叫做 阻塞性睡眠中止症 魚要吃 每個禮拜吃三次 然後每一個禮拜的量 大家就是這樣 我門診 我第一眼看到小朋友 你有沒有過敏很簡單 叫做鼻孔養肉 鼻孔他頻頻地看它 鼻孔就會很清楚的 像我們的蹦恰恰大哥 請鎖定養生我知道 周周來報到